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流行广卡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志平要跟您来聊电影了 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抽出一天 来介绍影视作品 过去我们聊过很多的影展 过去我们也介绍过很多即将上演的片子 或曾经上演过的片子 甚至于影音播放平台 我们都曾经作为介绍的主题 那么今天我们要另外锁定一个不一样的话题 顶多跟过去我们所探讨过的通灵少女一样 这一次我们要聊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集 至于该怎么样定义这样的剧种 待会我们再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资深的影评人 米勒熊又来到早安台湾了 米勒熊你早 志平早 然后全国听友大家早 谢谢谢谢米勒熊 米勒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恶就是肚子恶的恶吗 是这个善恶的恶 善恶的恶 我开这个玩笑你居然不生气 生什么气 没有啦 这个我们 显示主持人的水准嘛 没有开玩笑 这个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看了很兴奋 对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国片 其实那个票榜非常的糟糕 就大家哀鸿遍野这样 然后一直到你看近期队长到现在已经破好几亿了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观众胃口被养大之外 就是说我刚才其实私底下有跟志平讨论到 就是说我们那个诸葛亮大哥去世之后 其实在他去世之前 其实国片的过年的票房其实就已经不好了 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嘛 就是说你一再去炒同样的东西 或者是没有一些新颖的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都认为说观众好像只吃一种口味 其实这是不对的 是 但现在这个我们要介绍的我们与恶的距离 它虽然不是电影 但是至少完全用电影的手法去拍 对 但是它是在电视上面播出 对 就基本上 就是我觉得这个跟王妃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王妃他带动了这个自治的风潮 然后我觉得对其他的 甚至像十分十余果都提出批评 然后肯成英展也拒绝 那这次奥斯卡虽然说让他得奖 可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就像我们私底下来讨论说这个看电影这件事情是一种仪式 它是一种很神圣的 就是说对有些人来讲 他觉得这是不可以去动摇的东西 一定要去戏院买了票进场坐下来 跟一票人一起观看 这是维持某种电影的基本定义在这里 就是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电影像就像宗教一样 是一种信仰 它是非常神圣不可侵犯 可是我讲真的 就是自从手机发明之后 我比如说我问志平兄 你有花多少时间一天在手机上面 那个荧幕上面 一天 就是你收集各种资讯的来源是什么 我大概是 就是手机对不对 我大概至少花六个小时以上 对啊你看 所以就是为什么眼镜行一间一间开就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的视力就变不好 然后我曾经看过 虽然现在很多小学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或者是老师都有规定 学校有规定 就是说他们能够摸那个手机的时间 其实是有限制的 甚至于早期 我记得刚开始发明手机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习惯着接电话 所以小朋友其实是限制不行的 可是因为有一些校园事件发生 所以变成有限度的开放 那到现在其实根本 就是学生真的都几乎都人人都有手机 那我曾经看过就是说做生意的人 然后他的小孩就坐在旁边 然后拿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台的手机在看 甚至有那个在墙堡当中的 墙堡当中 就是说还是baby 还不到一岁的 对 那妈妈没事 没办法照顾他 就把小孩子就丢在那个菜市场的那个 他的摊位旁边 然后就给他看那个大荧幕的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平板这样子的 赛斯的手机这样 然后那个小孩子的 他就很安静 对 因为上面很多声光效果 对 就把他的目光给catch住了 对啊 那你说这样子出生的小孩子 他对于所谓的电影事件 信仰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care了吗 不care了 对啊 因为他的接收的任何的东西 他只要一台手机就够了 所以我追剧 我看剧 我看电影 什么都可以啊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会撼动一些 就是说人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人的习惯 我们也许可以讲风俗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习惯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就会影响到 这些商人 他们其实很敏感 所以他产出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因为 之前那个通灵少女的成功 那其实在这部 即将上档的这个台剧 我们与二的距离 的同时 他们有开两个记者会 一个是这个上映的记者会 另外一个是 HBO又宣布 跟公式 跟其他的公式 又在开新的剧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成果 但是其实业界非常的敏感 就是说 这样子的模式是可行的 是可以赚钱的 然后观众是接受的 大家喜欢 而且又可以培养很多 因为我讲真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三台 或者是说 一些电视台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可能不是我们台湾自己拍的 那我觉得在情感上面 对很多观众来讲 就会少了一个亲切感 那这些演员哪里去了 他们可以拍这个台剧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工作的来源 然后我觉得 也可以增加知名度 然后让观众看到一些 很精彩的东西 你刚刚提到这些制作的 出来的影视作品的成绩 比如说他们的收入或什么的 其实关键是他们的成本 我就不说是其他什么作品了 就很多台湾正在上演的一些台剧 就是电视台的八点档 他们的制作成本 其实非常的低 一天还要播两个半小时 甚至于遇到有的时候 也有不到三个小时 那这个演员每天都疲于奔命的感肠 就是他们没有任何拍摄的品质可以 就是导演觉得OK了 你台词背的时候就可以来了 那我相信那个拍摄的过程 也许他不会常常喊咖 过得去就好了 但不是 这个剧不是 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 现在因为我们都知道 假新闻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一直吵嘛 然后他影响到我们台湾其实非常的多 其实全世界都是 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把他纳入来进来讨论 而且主角本身就是媒体人 然后因为一个 这个第一集完整的那个剧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武康仁 他是一个律师 然后他帮一个 在戏院里面扫射民众 就是杀了很多人的一个凶手 他当辩户律师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还没有发生 但是大陆还记得的话 就是之前那个蝙蝠侠的那个系列电影 上映的时候 西斯莱杰演的那个小丑 对 的那一支那个剧 是不是在美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编剧很聪明 就是把那个东西 把它挪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场景 那我觉得这是OK的 就是说在编剧上的手法 他可以就是加的比较重一点 那因为牵涉人的多寡 就会影响到 他在这个戏里面要埋多少的梗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吴康仁他因为代表这个凶手 然后他辩护 那你就会看到有那种所谓的正义之师 就是而且家属就很生气 就是在他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当场破份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画面 你说大便就这样破下去 对对对 就是第一个画面其实就很刺激 就会跟我们一般 我们在正常的 也不是正常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电视台播的剧 他的第一幕就是不一样了 而且他节奏非常的快 然后紧接着你就看到他被破份 可是他回到家里面 他的老婆是怀孕的 然后正在煮饭 然后他回到家里面就是洗澡 然后老婆非常的贴心 就啊你的那么臭啊什么的 就帮他脱衣服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看到他怎么回答 他就说他今天不小心掉到粪坑里面 然后老婆也相信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吴康人的角色已经很细腻的让你看到 他是顾家的 然后他的冲突点 就是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秉持的正义的人 然后来帮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十二不赦的凶手 但是他却愿意帮他辩护 那这个东西就导引出很多很多其他东西 你刚刚提到说 吴康人他是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当然有可能的电视台就是在live这条新闻 这正好让我想到 你刚刚也提到 这个就是对这个不知道的群众扫射的这件事情 枪杀的这件事情 前几天才看到纽西兰发生这样的事件 那只不过不太一样的是 过去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回教徒在行凶 那这次好像是这个白人 其实现在就问题就大了 就是说我们都被媒体就是塑造成一种 伊斯兰教或者是回教徒 好像是一个非常坏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现实当中 有接触过所谓的信仰这些人的人 你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印象是差别非常的大 然后你看我现在不是在指责 那个志平兄就是修士上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可怕 就像说我不想有没有看过一个短片 YouTube的短片就是 有一个人他就是很clean的 就是他胡子也刮掉 然后就是一个西洋人的样子 然后他过海关的时候 然后他拿了那个护照 他就认不出来说你是这个人吗 然后他就戴上墨镜 然后戴上假胡子 然后穿上伊斯兰教的那个回教的回教衣服 然后那个海关的人就 就盖章了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反风 好讽刺啊 对对对对 他的意思是说 伊斯兰的人或是回教徒 他就是长了一副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 他只能戴上墨镜跟戴上帽子 还有戴上胡子 而且手上还拿枪 你知道他过海关的时候怎么可能拿枪 对啦真的是这样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呢 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 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 呃我们所探讨的话题是 最近啊在公共电视上演的这个 我们与恶的距离 恶呢就是万恶不赦的恶 到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什么才是恶 我们跟恶的距离要多远呢 这个戏呢总共十集 这个目前来看应该是十集左右吧 没有没有就是十集就是十集 因为这种单元剧或者是所谓的台剧美剧 它的方式不一样 它都是拍好才上档 它不会有那种边拍边上档 然后就会变成哎 可能突然又塞个什么东西进去 这就是人家严谨的地方 对对对对没错 剧本一定是忠于剧本 剧本出来就经过很具细名义的讨论 然后我觉得大家看到预告啊 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是 是你想的那样子 因为呃就是电影剪接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常的很有趣 就是它可以灵活运用 单单时间轴上面的 并置的时间 你就会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呃我们在看试片的时候 播了第一集之后 有播一个精华版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哎我刚才看了 哎为什么在剧里面 它的时间点却是在后面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编剧 跟导演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真的要推荐 除了吴康仁之外 其他演员表现的非常非常 就像我们呃刚才志明兄讲到 就是演员的这个表现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嗯提到了其他的演员 我看温生豪有在其中 对他是他也是媒体人 就是说吴康仁是律师 嗯温生豪的角色是一个独立报社 嗯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说 你会看到他 其实也是被害者家属 哦 然后吴康仁居然就是厚厚脸皮 去找温生豪 嗯嗯 要他报道就是在这个凶手 就像郑杰那时候 你记不记得 嗯 郑杰很多人在帮他讲话嘛 嗯嗯 对不对 对对 然后这个剧实也有点参考 就是说这个史实乪漫 后来没多久 嗯 可能就立刻要枪杀了 所以他必须很急 然后他希望透过媒体来报道 就是究竟这个错 是错在谁的身上 嗯 然后呢 就是一开始 温生豪的角色是拒绝的 可是再来 他却去找了贾静文 然后贾静文是谁 贾静文是电视台的高级主管 嗯哼 然后贾静文是谁 贾静文居然是他老婆 哦 然后两个在干嘛 两个已经有小孩了 嗯哼 然后那个小孩一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恍然大夫说 原来他是他小孩 嗯 然后那个小孩大概就是国中生 嗯 那现在国中生跟以前国中生不一样 所以他很有自己的意见 是 然后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一直在吵架 嗯 然后难道你不用 而且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那小朋友说 你们是不是要离婚 然后爸妈就傻住了 想说你怎么知道 然后就因为他一直看到他们在吵架 然后爸爸都睡外面 嗯 睡客厅 然后就说 你们有跟我商量过吗 嗯 哇 好尖锐的问题哦 哦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 就是这个戏的好处就是说 你 当然我们这样一连串念下来的名字 你就知道他们不可能没有戏 对 然后表现一定都非常的突出 所以连这个小女生 她是也是一个网红 但是呃他的名字我们可能一般人比较不熟 嗯 然后呃 可是你会看到就是说连小朋友的也是有戏 而且是很关键的 因为第二集的预告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会有呃 呃一样是仿效这个凶手的人又跑去幼稚园又抓了小朋友 啊 哇 那这个就跟校园叠写事件又有关系了 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呃 这个剧的的英文名字叫The World Between Us 就是我觉得这个更贴切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呃我们当然我们的那个台剧的名字会取得比较刺激一点 就我们与二的距离 可是我觉得他探讨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活的周遭 我们这是人事物人际关系压力种种的 嗯嗯 所以会好看就是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每个东西都很贴切 然后看到后面你会发现凶手的爸爸妈妈是谁 嗯 是剪场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所演的 嗯嗯嗯 然后他们很有趣 他们居然讲台语 哦 你确定你要先爆爆料先爆雷吗 还好吧 因为因为主要是 嗯嗯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吸引你的问题 就是说他这样子安排跟设计啊 是不是有他的另外的声音 那嗯 其实我我在当场有跟那个就是制作单位有问说 嗯嗯嗯 哎为什么其他角色都讲国语 嗯嗯 然后为什么独独这个凶手的爸妈是讲台语 因为这个语言上面其实是会蛮敏感的 对那呃我相信可能导演有另外的安排了 我相信就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呃 一些刻板印象可能中低阶层啊或什么样 我们都会认为说他们就是讲方言啊 然后是讲这这些比较呃台语啊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他有故意去把它提点出来 哦 对可能是要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梗 是好呃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 弥勒熊来到节目中为大家聊一聊啊 呃目前正在上映的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是呃公共电视和HBO啊也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公司一起合拍的这个呃我们讲是单元剧吧 哦那么刚刚啊呃弥勒熊的回答里面告诉我们至少 志平觉得说呃吴康仁不用说这个最近这两年他是最夯的这个呃 呃男主角男一了哦 然后但是温生豪和贾静文这两位坦白讲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 而且贾静文好像是听说是看了剧本以后他才愿意演 嗯对因为呃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演员会想的就是说我有没有机会表现 是对那我觉得这么样一个冲突的母亲就是在外面在职场 她是一个非常汉的人嗯非常强汉的人可是面对她的小孩 她的那种柔软心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刚才有有我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呃就是贾静文 既然跟温生豪是一对夫妻的话那温生豪是被害者家属那贾静文嗯当然也是啊 嗯所以当他的老公即将要离婚的老公来找他嗯合作想要拍就是有关讨论这种社就是就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嗯嗯的这种暴冲事件嗯的这种凶手他幕后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嗯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本身又是被害者家属嗯嗯然后其实更好玩是我可以直接讲就更好玩是被害者家属的妹妹嗯嗯就在他的身边工作哇好曲折哦不是 好曲折的好刺激啊对而且这么多的巧合全部在全部在媒体圈里面哎那这样子看来从刚刚米勒雄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个戏所要探讨的话题嗯我简单汇整一下了哈包括了像呃你刚刚有提到live就是媒体的传播嗯嗯啊我们看到经常看到脸书在直播我们刚才也讨论到纽西兰那个案子脸书在直播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在这个戏里面看到类似的描述还有这个这个婚姻哎婚姻这个话题永远都不嫌落伍嗯嗯一定是有出了问题的这个男女双方嗯嗯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点点点有哪里不对了然后应该要怎么去合力挽救也好或说理性面对也好其实其实就是武康人的部分后面好像也有埋梗 嗯因为就是说你的老公如果是一个帮凶手辩护的人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考虑要再继续跟他在一起哦所以就是说一个世界你自己的价值观对你的自己的价值观呃如果跟你的枕边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婚姻的维系力在哪里而且主要是压力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最后行凶的是谁这个是这个剧我觉得他想要探讨哦那让我想到一个情节嗯如果是说呃这个律师 在帮这个废死的这个主张就是主张废除死刑的这个呃来辩护的话嗯那么他的老婆是坚决要这个反对废死的那这两种人结为夫妻会不会就吵翻天了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其实都有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就大家的立场价值观不同嗯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夫妻所以我就觉得说看这个剧啊就是可以让我们省思啦因为最重要还是反省到我们自己的部分嗯除了刚刚我所所所所说的啊 这个亲情的部分对亲情的部分婚姻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个媒体直播的部分啊这些都有争议性另外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职场的压力对职场压力这个更是呃不管什么电影太多了都有因为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在直播的那个当下嗯哼就是在贾静文的那个场景里面嗯哼有一个孕妇已经破血了啊他还站着就是在handle整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像呃志平兄做这个广播其实你们真的是什么嗯是几分之几秒啊嗯 有时候那个live的时候的那个那个time其实非常重要然后其实电视台也是啊有些新闻台嗯哼他可能立刻要插一个什么广告或是突然看到一个什么新闻然后别台再报我们不能不报对可能就立刻就是啊先干稿先上去了嗯那他里面其实也有我觉得就是也让我们了解我觉得呃应该导演或是编剧他本身是跟呃这个媒体圈有相当的这个关系所以嗯他能够写的那么的detail然后非常非常让你深入其境我觉得这个很刺激就是我们一般人不懂的话是没有接触过 嗯你会看到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这样子嗯那这么多的一些挣扎的元素放在一起很厉害就是会让你看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所以这个是编导的功力这样还有剪接的功力然后其实呃你后来在看后面的这个幕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最近有比较一些年轻辈的导演他们所用的团队嗯摄影师嗯然后音乐嗯然后那个收音什么很多是什么麻醉风暴的 嗯嗯都是很强的所以看了完你会觉得好兴奋就是哎我们台湾有希望了这样对对对对你你你刚刚提到米勒熊刚刚提到了一个呃除了编导之外除了演员之外除了成本呃这些因素之外另外我必须利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我们提出一个面向来探讨嗯就是剪接嗯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好了呃我们在这个呃今天访的单元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就是最近的 追剧这件事情啊呃呃坦白讲啊公斗剧啊其实整个这个剪接的一些像最后来到如意一传嗯它的剪接有点学韩剧哦那我很推崇韩剧的剪接嗯我特别举三部片子的例子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嗯一流的剪接出来的呈现的效果可以把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嗯说的非常曲折非常精彩嗯各位还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啊就是从外星来的 一位都民俊教授嗯来自新兴的的故事哈这个这个这个故事非常红豆对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很棒很棒就是呃前年的一个片子叫做鬼怪嗯有没有啊大家看看这个鬼怪里面男女主角那他其实比一把剪接剪得非玩剪接玩到淋漓尽致嗯那最近我正在追的是天空之城嗯这是另外一个韩剧哦那谈的是什么呢就是谈这个呃父母啊 特别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父母他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孩子我们讲帮助是好听了嗯其实就是压着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考上医科哦对然后蛮多的哈对嗯然后不管怎么样嗯好像是这个孩子念的书是为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父亲嗯最后呢自我的面对结果最后受不了压力是母亲自杀了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儿子考上了医科之后呃他决定哦来这就是你们要的 成组来成组交给你们然后我离家出走永远跟你们脱离关系哈哈哈哈天空之城我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片子那好为什么我要特别提我现在听起来我觉得这这部剧可以跟他拼这样子嗯对这这非常好就是说呃我们看完这个东西就会就会立刻就会像像呃比如说呃志平提到的这个剧嗯我马上就会先想到说我们台湾有没有够资格可以跟他拼的这样是随准的因为重点是我们学习到什么嗯而不是一直在 在在在称赞或者说我们啊很喜欢可是我们自己的台剧我们是不是要支持呢嗯嗯我说要为什么提到特别提这三部韩剧这三部韩剧的故事其实坦白讲我看完以后你觉得没什么我回过头来讲我觉得还好啊就是整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其实没什么嗯但问题是他把剪接玩到淋漓尽致啊就是比如说A情节推推推推推到这里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了解对不起剪接到这里突然停住嗯 嗯插B情节进来嗯B情节其实跟A情节有关嗯大家就觉得就不论是时间点上面的回溯或者是在推展啊就觉得很狐疑怎么会突然演这一段啊我追不下去我看不下去了然后隔三分钟回来以后又不一样了到这个片尾的时候或者甚至于到下一集的时候才把前一集的谜题利用剪接的技巧整个呈现出来不过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因为观众现在 就是看影视的数量非常的多是所以这个东西以前在呃电影电影学校里面可能都老是要讲很久嗯就学生才会懂说这个叫做什么跳街平行剪接或者什么什么可是现在观众其实都知道哎对就是他们他们不用你不用跟他讲你不用教他说这是什么剪接但他们就会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媒体的改变生态的改变嗯然后人类的不管是进步啦或者是大家觉得说呃是一种趋势就是也也不一定很好 像我们前面讲说小朋友看手机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将来的剧啊就是以前早期的时候的剪接的规则是六秒钟才能够跳一格嗯哼哦就是你Tempo来讲对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着这个志明兄的画面我一定要六秒钟才能够再换一个画面嗯比如说可能变另外一个角但现在不是现在可能一秒已经塞了一大堆东西就像看那个就是那个 呃文明关头嗯你看那个速度有变化对对你你我们看到三分钟其实他可能拍一个月嗯就是三分钟画面他可能拍一个月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你要塞进去嗯很多角度然后很多不同的变换什么什么就是现在东西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剧就是说在这么样快速变化之下究竟我们人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嗯然后我们应该最终要守住的价值是什么嗯对对是这些都是指着探讨 嗯嗯好这个这样子吧我们不妨就跟大家相约一下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支持一下台湾自己所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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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作 我觉得能够 把这个东西推展 尤其是像公视的话 他播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广告的 所以他们的考量 就会不一样 就像刚才知评中讲 比如说三立 或是哪一家 就是不小心 把名字讲出来 反正就是 有一些电视台 他们为了要去 因为广告要塞进去 所以所谓的破口 或者是 有时候故意拖了一下 或是比较快一点 就突然结束 然后下一秒钟 回来一个镜头 就是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 对观众来讲 是一种折磨 而且也全力也受损 那我觉得像 在公视播的时候 你可以完整的看到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没错 这样子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一样 这个支持一下 这个就是台湾本土 自己拍的这些 很精致 跟国外的机构 一些合拍的 一些很棒的戏剧 我觉得真的是 可以支持一下 不要等到说 别人都已经看完了 国外的朋友 反而来问你说 那不是你们台湾做的吗 你看过没有 你说那是什么 那就有点糗了 所以我们就是 虽然说有点 好像在帮他 帮他做广告 但是我觉得 就是好的东西 我们要支持 对 没错 能够继续做下去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米乐熊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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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